讲到外墙油漆的验兽呢 就按图纸的要求 检查外墙和管道是否已经全部刷好油 对手工的要求是油漆表面是否平顺均匀 无脱色 不变黄 无波落 无色差 总之一定要色泽均匀才能收获 另外工友一定要等外墙管道和管码都清理好以后 才可以在管子上面上漆呢 听师傅说呢 外墙通天位通常就会利用充力的方法来固定棚架 要把竹棚匀位才可以进行油漆工程 所以呢 一定要检查清楚竹棚匀位之后的地方 是否已经做好油漆工序 至于外墙伸缩缝的打胶 伸缩缝的深度一定要达到混凝土面 打胶之前呢 工友一定要检查并确定打胶的位置是否已经清理妥当 无泥渣 而解口味也要干净才可以进行 还要记住 下雨天或者天气潮湿都会影响打胶的性能啊 要把打胶的解口做得很好 当然要准备好适当的胶腔和挥驰了 然后再预备一些纸张来清理胶腔嘴 还有在打胶面两边的砖位都要贴上胶纸 以确保打胶位够直 而且不会弄无强身 要记住 抹完胶腔嘴的纸 要用袋子装好 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其他的工程 优质的打胶就要按涂纸的要求来做 手工要顺滑 无缝 而且宽度要均匀一致 转弯位要对口那才行啊 我知道窗户像室外的保护胶纸 在外墙的清洁做好之后呢 就要把它清除干净 在做的时候呢要留意 拆下来的保护胶纸 一定要集中在单位里面 这样清理就方便多了 而外墙和窗框的接口位的打胶 也都要做妥 打胶的手工 当然也是要平滑畅顺了 还有 打的胶不能够粘在活动窗的窗叶上面 因为这样是会影响到窗的开关的 而且用完的胶罐 千万不能插在竹棚上面 因为这样做 不但会留下垃圾给下一行 而且还会影响棚架上工友的安全呢 工友还要留意的是 窗玻璃打好胶之后 至少要过48小时之后才可以开窗 因为这样窗叶才不会变形啊 而空调机窗位和一些死位的固定窗呢 就一定要在拆棚架前试水 这样才能确保无漏水才可以进行拆棚 死位 到底什么叫死位啊 反正能够影响到拆竹棚架的时间 一定是主角 是死位是对的 我们行内人叫外墙的死位 是指外墙某地方呢 如果拆棚之后呢 就不可以在这里再做些死团工程的 好像埋窗试水的工作啦 又例如在外墙的通天位 或是周围都没有窗的地方 那些外墙死位呢 就一定要做完所有的外墙工程 才可以拆棚的 另外如果不可以在室内安装玻璃 或者打胶的话呢 窗管工要和搭棚管工预先配合 一定要等到玻璃和打胶都做好了之后 而且完成了试水 各项修补工作都做妥之后 才可以拆棚 不过工友在给窗子做试水的时候 记住要特别的小心 不然把管道弄爆 或者水管漏水的话 那就会损坏室内的装修了 而窗管工和拆棚管工 也要互相的配合 留下一些暂时不装玻璃的窗 以方便运送短竹子 就会拆棚了 在导致的仍然辻 有没有经过 衣服请您抹拆棚 接触 不复杂 虚肮